朱紫锋了 是的 这是奥运会的双冠王 是的 也是一名老将 在2016年的时候 获得了单人和双人的奥运会 同步很棒啊 非常好 非常好 是一个完美的动作 这个应该是 101B200的新数的标准工作 对 我们都能听到 现场的观众都开始欢呼起来了 对的 看到他同步是非常的一致 同步分都打到了 9分 动作分和同步分都有9分 是的 这是高分了 51分 但这个得吸取之前 好 看一看陈爱森和朱紫锋 401B 是的 非常好啊 两位选手 非常好啊 两位选手 广东队 拉拉队 他是非常强的 8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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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分 8分 9分 8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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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9分 49点 80 也名老将 对 看看他们的301CC啊 他们的难度系数是达到了3.4 第三组中难度最大就是他们 是的 非常好 两个人的配合 现场的拉拉队 一度让我以为 我自己在广东借说比赛 确实 陈爱森在雪花效果上处理的是稍微欠缺一点 曾经我跟陈爱森是在国家队一起训练的 他每次都跟我讲307他非常害怕 但是每次到比赛他都可以完成得非常漂亮 其中咱们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有点反而散 拿了76.5分这一轮的挑战207B 难度细数3.6 也就是第一组选手同样来选择的动作 还不错 还不错 两个选手完成得非常的稳定 这也是老将的一种比赛的经验 起跳稍微欠缺一点点 但是他们在入水打开上面还可以挽救 其实观众朋友们看我们的跳水比赛 一直会以为我们运动人在空中是闭眼睛翻弹的 其实我们在空中都是可以看到很多目标的 73.44分 对 109C系数达到了3.7 要向前翻腾四轴板 大难度动作 对这是个大难度动作 看一看 漂亮 漂亮 非常好 两个人发挥到很稳定 这个是太稳了 对 陈爱森的心态现在其实非常好 老将能够在这样的场合有这样的发挥 说明本身的能力很强 陈爱森就是稳定性非常高 在比赛当中他基本上可以发挥出九成的训练水平 88.80分 非常高的一个分数 这个说明尽管是一名老将 但是应该一人在职业生涯 可能在晚期3.6的难度气数 这个是陈爱森的招牌动作 经常会跳得出满分 走 漂亮漂亮 陈爱森是非常好的一个入水 朱子峰的水花有点天大 朱子峰的水花处理上悄悄欠缺一点 滚饭有点早了 但是陈爱森这个动作是非常漂亮 对高分都给了陈爱森 这个动作525的规格是非常高的 79.92分 我们来看看最后算下来的总分 419点 朱子峰到入水 有点点低头了 嗯 请颁奖嘉宾或奖运动员入场 获得第三名的是天津361黄子干杨林 获得第一名 获得第一名 ņ 音费 好 有 好 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